上主我一心依靠你 我的天主仰望你 我便不会蒙羞 不要让我的仇敌向我夸耀 凡期望你的人绝不会失望 弟兄姐妹们 教会在今天开始了2025新的礼仪年 新礼仪年的第一个高峰便是圣诞节 而将临期就是圣诞节的预备 我们在弥撒开始之前 请一位教友代表来点燃江灵圈的第一支蜡烛 代表我们的心已经开始向天主慢慢地敞开 然后天主的光已经慢慢地开始在我们心中照耀了 上主你是旧式的真光 你的圣子将要来临给世界带来光明 上主你是万有的主宰 你的圣子来临将给我们带来圆满的救恩 上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之主 你的圣子来临将给我们带来圆满的喜悦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世界 有小孩子出生就有老人家去世 冬天来了万物萧条 但是过往冬天春天又是万物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 教会开始过了一年告诉我们 人生固然不是恒久不变的 可是有一个是恒久不变的 不是太阳 不是月亮 不是天体 而是天主的救恩 是耶稣的再来 虽然教会的讯息大家都不喜欢听 对不对 我们日子好啊过好了 安安逸逸的 平平安安的 文文故故的就好了吗 为什么你老说这些 你看今天的福音 就是什么日月星辰有异照 海洋波涛怒嚎 金黄失措 连万民都有因为历史的变迁 天体的变动而金黄失措 为什么教会不讲发财啊 平安啊 长命百岁啊 讲这个就很好嘛 可是教会不说话 因为天主是真理 天主不说话 而是告诉我们人生活的事实 你要去庙里边烧香 人家给你许诺的 那天花乱 这许诺的好极了 但我们知道那不是现实 那是让你心里边 好笑一点点 耶稣在福音里边 特别是耶稣在临近死亡之间 在耶罗撒冷说了很多话 有一部分话听起来比较难懂 但确实跟死亡 跟世界末日 跟最后的审判 跟仁慈的再来有关系 这些片段 在圣经里边叫做末世文学 比方说今天路加福音 读到的这个片段 也包括我们前几个主 马尔谷福音也有类似的片段 末世文学的意思就是 不能按照每个字 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去理解 而是要抓住它里边的核心讯息 就可以了 今天的读经一是 耶利米亚先知书 以色列的历史 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先是天主召叫他们 然后亚巴朗 后来又跑到埃及去了 埃及为奴好几百年 好不容易出了埃及 占领了福地 又开始打打杀杀好多年 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国王 第二个国王 第三个国王就开始分裂了 分裂了之后不久 异国就开始侵入 然后他们冲进到巴比伦 后来回来了 回来了 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又另外一个国家 又把他们侵占了 先后是什么 亚述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到耶稣的时代是罗马 他们考日子没过几天 耶稣今天的话 说完了没有多久 耶路撒冷再次被毁 这个国家 大概在公元一百多年 以色列就再次没有了 直到1948年才复国 这是以色列的简史 我们发现 天主选的民族 日子实在是不好过 所以以色列人说 天主啊 请你选别的人 为你的子民吧 我们不要做你的子民了 我们的日子太苦了 我们跟了你 也没有好过几天呢 从历史上来看 的确是这样 不过以色列人 作为天主的子民 跟其他的民族 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们比其他的民族 更加完整地 更加早地认识了 天主的救恩 只是到耶稣这里 就停止了 所以如果天主 对待自己的选民 都这样 用我们的话来说 都毫不留情的话 我们就不要心生妄念 就不要想那些 有的没的事情 我们应该 如今天的福音 和今天的读经二 所提到的 应该在认识了 天主之后 好好地生活 不要想未来怎么样 而是想 我现在是天主的子民 我应该如何生活 这就是今天读经二 所说的 保禄所想到的 愿基督徒对人的爱 彼此之间的爱 能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圆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基督徒了 成了基督徒 就有一个不同的眼睛 我们做教友的 看人 看事 看历史 看未来 总跟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吧 总跟在庙里边 烧香磕头的人不一样吧 因为我们的眼光 情怀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活法 也是不一样的 人家别人争这个 炒那个 那是因为他没有信仰 那你有什么可争可炒的 所以耶稣的救恩 没有给我们带来 好像用今天的福音的话来说 并没有让我们免于动荡 免于不确定 免于恐惧 没有把这些东西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走 我们做教友的 照样有意外 照样有灾害 疫情来的时候 照样有许多人扛不过去 一样的 照样被骗 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 好赖也是神志人员 也是修女 是不是可以 稍微不一样一点 没有这回事情 可是有一个 是所有的 跟随耶稣的人 有 而别人没有的 就是耶稣的话语 耶稣的许诺 耶稣的福音 因为这样 所以今天 耶稣说什么 别人都怕得要死的时候 什么 万民都要昏厥恐慌 怕得要死 活不了了 世界末日到了 这是别人 你们应该怎么样呢 你们应该 挺起身来 抬起头来 看到吗 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反应却不一样 就好像今天福音的前边 今天我们没有读到 前边 耶稣说 你们将要被人迫害 甚至连家人都会 因信仰来迫害你们 但是不要害怕 这是个好机会 你看耶稣说话 真的是让人废解 这个分明就不好嘛 人家迫害我们 我们怕得要死 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 你还说这是个好机会 他说这是个好机会 让你们可以做见证 让你们可以给别人 讲述新的 不一样的 他们没有见过的事物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 完全不同的 至高点和眼光 这就是所谓的福音 你今天见到太阳 难道不一样吗 今天下雨 你淋湿了 我也淋湿了 难道不一样吗 可是 虽然外在的情形是一样的 但内在的心态 完全不同 如耶稣所说的 别人怕得要死的时候 你们应该挺胸抬头 因为你们晓得 天主也在幻象震动之中 天主也在历史的变迁之中 所以大概教友们 我们基督徒 唯一好的 唯一不一样的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放风筝的时候 那个风筝都已经远到 高到 我们看不见了 根本看不见风筝在哪里 但是只要你手中有线 你就知道它跑不了 我们就像是风筝 飘呀飘 跑呀跑 有些都看不见了 但是只要那根线 还在天主手里 我们就不用害怕 蛇在天主手里 总比蛇在人手里好吧 你在天主面前失败了 那是最好的成功 有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孩子 过一个木桥 摇摇晃晃的木桥 那木桥下面就是 汹涌的河水 爸爸过桥的时候 看到这个桥 有点害怕 就给自己的孩子说 宝贝 你把我的手拉紧 你把我的手攥紧了 攥紧了 那个小孩子说 爸爸 不是我把你的手攥紧 是你把我的手攥紧 爸爸说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小孩子说得很好 他说 爸爸 要是我把你的手攥紧 我小 我一看下面 我一看桥在晃动 我一害怕 我就会失手 我就会把手松开 可是如果是你 把我的手攥紧 我知道 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会松手 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嘛 那到底是我们应该把 耶稣的手攥紧 还是应该让 耶稣的手 把我们攥紧呢 大概两个都需要吧 但最主要的 我们要明白一点 应该让耶稣 把我们的手攥紧 一如耶稣今天所说的 在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 在你们恐惧的时候 你们应该醒悟祈祷 为使你们能 站立在人子面前 让耶稣把我们的手攥紧 就是祈祷 祈祷的时候 我们常常祈祷 常常比较自我中心 我怎么样 我赞美你 我朝拜你 我求你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比较自我中心 可是祈祷的 本来的含义 不是这样的 祈祷的本来的含义是 上主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祈祷是 让天主攥住我们的手 不是我们去拉祂的手 所以江灵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期 让我们再次看一看 自己的船 小船是不是在飘 飘没有关系 你的风筝是不是在飘 没有关系 飘的船 只要有毛在固定 就可以随意地飘 风筝 只要有一根线在拉着 就可以随意地飞 我们人生大概也是如此 所以各位教友 你不要有外交人烧香的心 我知道有教友还是有 每一次讲起来 求保平安 把我的孩子能够怎么 这种心态不能说全错 但至少不完全是福音的精神 我们要是这样 如何给别人做见证 那我们干脆都去庙里面烧香就好了 所以让我们放心大胆地信赖耶稣的话 虽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有时候有点靠无助 耶稣的话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有力 可是你细细地发现一下 耶稣所说的世界会过去 我的话也不会过去 真的是这样 耶稣在的时代 罗马帝国跑哪里去了 古埃及跑哪里去了 古希腊在哪里 古巴比伦在哪里 通通都不见了 可是耶稣的圣言 依然还在 让我们大胆地信赖他 如同我们在飘摇的小桥上 像那个小孩子 信赖他的父亲一样